恐袭风险增高 法国请求盟友增援巴黎奥运会安保 巴黎奥运会定于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3月28日 援引法国国防部官员的说法称 由于近来法国国内的恐怖袭击风险不断增高 法国已经请求盟友增援巴黎奥运会安保 在俄罗斯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当地时间22日发生恐怖袭击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24日晚召开紧急内阁安全会议 讨论事件极其影响 法国总理阿塔尔在会后宣布 鉴于法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上升 法国决定将防恐安全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波兰方面28日证实 波兰武装部队将加入法国为奥运会组建的国际联盟 以支持奥运会筹备和安保工作 此前德国政府也在本月表示将派警力前往法国支持奥运会安保 据悉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法国每天将部署多达4.5万名警察和宪兵 同时还可能动员1.8万名士兵 此外还将有1.8万至2.2万名保安在现场执勤